拿了錢 照顧他 我去收回 停收電話 我們整個老人院 職員 全部都是新街七七可以的 知不知道 我們出去了提成上班 那個人在打電話給孩子 回到家了沒有 知不知道 我想問黑社會的父母 我第二個兒子 晚上回到麥德學做兼職 我整晚在擔心 我們同事 我問回我的同事 不是住屯門 就不是自尊死圍 每個人一聽到 打不到999 知不知道 我想問一件事 我沒有家教 但也不需要你黑社會來教 網上流出的影片 全部都好像很巧合 我覺得好像有些選擇性執法 香港人不要說 自不自由 現在基本人身安全 都好像保障不到